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苦力手艺 从颜值很高的花样馒头 到多人眼球的巨型馒头 他都得心应手 我就感觉 别人多不多就吧 我就好求着求着 感觉自己非常有信心 一般的馒头三五元一斤 而他的馒头竟然卖出了 很多人想不到的高价 最多的 最负大一个 一个多的 三千二 看青岛市的李海青 如何把做馒头 这种普通的小生意 做出名堂 实现年销售额 三百多万元的呢 这次我们来到了 山东青岛市 今儿为大家介绍 主人公叫李海青 他可不一般 把这普通的麦子 做出了花样 您看这麦子 谁都见过 可是经过李海青的加工 听说他能做到 一斤五十块钱 您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走 咱们到麦地里 去找他聊聊去 他就是李海青 是青岛市劳山区 王阁庄街道 一家馒头加工厂的老板 今天他受到 面粉加工厂负责人的邀请 来到了麦地里 查看卖收的情况 麦子的好坏 对于他们双方而言 都至关重要 这可不是豆腐 这种质地细密的馒头 就是名声在外的 王阁庄大馒头 王阁庄大馒头的 面粉订单 是众多面粉加工厂 争夺的焦点 因为青岛市劳山区 王阁庄街道 年产馒头一万五千吨 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做馒头 在当地形成了一个 年销售额近亿点的产业 王阁庄很有名 在全国都有名 有时候都出口 关键是能给他们 做原料的供应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宣传 对我们产品质量的 一个认可和肯定 青岛市劳山区 王阁庄街道 做馒头的商户 大大小小 有160多家 激烈的竞争下 李海清脱颖而出 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这个作品名叫 年年有余 这个名叫 花开富贵 这些精品的花样作品 都是李海清 用面食制作而成的 像这样的一个 花样馒头 卖到380元一个 听说王阁庄的馒头好吃 这就是蒙而来 也没想到能做成 这个样的馒头 觉得肯定是假的 一看就说是正的 可以弄吃的 看着特别心意 就想买 就想吃 他这个馒头是 在本洛山王阁庄 书一书二的 所有的花样馒头 王阁庄最有影响力的 就是李海清 靠着自己过硬的手艺 李海清还获得了 中国非夷美食 巴黎国际邀请赛金奖 眼前有十多种的花样馒头 这每一种都各不相同 你看这造型是栩栩如生 有这小鱼 还有这牡丹花 还有这葫芦 这每一样的这个小部件 它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 那这寓意到底是什么呢 在当地 不管是过生日 结婚 还是祝寿 每一件人生的大事 都会用到不同寓意的花样馒头 做馒头是再普通不过的小本买卖 起点低投入少 很多人在做 而李海清夫妇虽是一对残疾人 却把馒头做出了名趟 最高一个馒头卖到了三千多元 年销售额也达到了三百多万元 那么李海清到底有何与众不同的高招呢 2000年的一天 李海清突然得到噩耗 在外跑运输的丈夫遭遇车祸 丈夫这一倒 家里一下子没了顶梁柱 半年后 丈夫病愈 腿部留下残疾 走路不方便 找工作更难了 无奈之下 为了生存 李海清和丈夫 只好做起了当地人都擅长做的馒头 李海清所在的王阁庄级岛 本来就是以做馒头而出名 王阁庄馒头确实与其他地方的馒头有所不同 首先 王阁庄大馒头第一个特点就是个儿头大 像这普通馒头一个也就一斤重 而这王阁庄大馒头大的有三斤重 卖15元钱一个 个头比脸都大 除此之外 王阁庄馒头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在馒头底部有一层锅吧 当地人称为嘎吒 给你看看啊 看见了 大嘎吒 大嘎吒你看 都是松阴的 没有切嘎吒吧 不知道老老大馒头 早火吧 也是个技术火 就是你火火大了吧 就糊了 你火火轻了吧 就没怎么给它放嘎吒 之所以有嘎吒 是因为王阁庄馒头用铁锅蒸 馒头上下同时受热 不同于一般的馒头用气锅蒸 从下面往上受热 铁锅蒸再加上当地独特的山泉水 王阁庄出产的馒头香甜 嘎吒酥脆 很受市场欢迎 王阁庄馒头名声在外 加上李海清的勤劳能干 他的馒头越卖越好 经过近十年的打拼 2009年 李海清的年收入达到了20多万元 这时他的想法变了 就感觉真实生活有希望 为什么我说 第一个partout 我说吧 赚钱了 一会儿吧 就感觉了个 就想扩大扩大扩大 可以规模 然后又想挣大多的钱 2010年9月 李海清拿出50多万元积蓄 再加上借款 共凑了100万元 新建了厂房 招了16个工人 还进了两台机器 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 可就是这些机器 差点摧毁了李海清的生活和事业 2010年的农历7月期 订单很多 忙活了一天一夜 李海清疲劳过度 一不小心遭遇了意外 李海清的手 搅到机器里去了 十分的危险 稍有耽搁 右手可能就保不住 家人赶紧带他赶去医院 李海清的右手 虽保住了 但从此肌肉没有力气 日子刚好起来 又遭遇这种打击 家人都丧气了 反对李海清再做馒头 李海清也有了很大的心理障碍 馒头卖价低 挣钱少 很多人嫌这生意做不大 但李海清舍不得放弃 休养期间 他从当地的风俗中 找到了赚钱的机会 把馒头变着花样做 一句突破了 做馒头利润低的行业难题 让他的馒头 比普通馒头的利润 增长了三倍 记者采访时 碰上了两家人 要给小孩庆生 按当地的风俗 亲戚们提前定制花样馒头 然后在庆贺当天 一大早就来到馒头店 把花样馒头 用红布包好 赶在中午之前去贺喜 在当地 贺礼的馒头做得好坏 可是一件大事 在当地 孩子出生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 按照习俗 所有的亲戚都会带着花样馒头去贺喜 然后把所有的花样馒头都摆放在床上 围住孩子 亲人们在一旁照相留作纪念 一家人分享这份快乐 把美好和幸福的寓意带给孩子 而这做的这些馒头都是有讲究的 不同的花样有着不同的寓意 一次贺喜 一家要订十几种花样馒头 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普通馒头一斤的利润也就几毛钱 而花样馒头利润比普通馒头翻了一番 这让李海青找到了增加利润的突破口 这普通的馒头吧 一般就是说三块钱多有 但是因为花色的 这种老虎的 这种一般都有四块钱多有 品种不一样 价格就不一样 花让品种越繁琐 就是寓意越好的吧 它就价格越高 李海青从小耳濡目染 非常喜欢做花样馒头 剪刀剪刀或梳子鸭 用手捏 小麦做成的面团 经李海青的巧手一做 就变了花样 有了灵气 可惜的是 李海青右手肌肉没有力气 只能拼命地练习左手 你哪块的就是 自己弄力都不可能 做一包就是 那是只得生锤链 吃饭数九个时间 一般都拿着生锤链 给你紧一把 一直弄得都疼 就在了 用个就是说 应该把就疼得不上了 多几乎把应该是很麻烦 艰苦的练习很见成效 如今李海青的左手非常灵活 一分钟不到 一个可爱的小刺猬就做好了 而且她发现 馒头容易学容易做 但做花样馒头 却有一定的门槛 不是谁都能做好 李海青觉得 这恰恰是自己的优势 她很善于用简单的几步 就把普通的面团 做成活灵活现的动物 逼真的水果等等 帮上馒头把你必须心里 自己心里出 必须有这个利用感 心里有的时候就是潜伏 你要不要的话吧 他就是说 你要是刚刚是模仿的话吧 当时例如生日 结婚等重要日子 花样馒头也面临着 生日蛋糕的冲击 如何让花样馒头 更有竞争力呢 李海青研究后发现 全国有很多地方 像陕西等地都有面素 但各地的面素特点不同 风格也不同 陕西的这种是面素 他们就是观伤性的 在这特别高 到底银沫吧 就是非常好 漂亮 使用价值吧 就不是很高 那么老山面素吧 就是不思无华 是一种抽象的 就是这 不是那么精湿 就是颜色要是要是 不是那么线练 但是吧 它使用价值能高一些 李海青在发挥当地面素 优点的基础上 吸收其他地域面素的特点 增加当地面素的复杂性 和观赏性 首先 饰样上 由简单到丰富 不断演进 另外 为了让面素更加色彩斑斓 有时加入自然蔬果的枝叶 有时加入食用液 部分大都可以食用 但像金鱼等立体部分 为追求造型 是用生面做的 不建议食用 为此 李海清专心钻研手艺 在馒头的塑形上精益求精 并根据客户不同的要求 进行私人定制 这两种都属于花样馒头 但是它们制作细节的难度上 是完全不同的 像这种简单的石榴 当天就能完成 而立体感更强更逼真的金鱼 则需要费时费力 李清专心平面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像小鱼就好 小鱼你躲起来以后 它是平的 但是你有什么 你把它撬起来 它展开了 你不行 所以放到一个街上 不行就抖行 一般在两层 在两层半就用 像这样牡丹花 简单实用 价格优惠 而像这样也是牡丹花 但漂亮复杂 价格也昂贵些 两者的难度差别很大 后者在塑形过程中 面太软 无法形成弧度 面太硬 很容易折断 所以非常考验技术 而这技术 正是李海清的 看家本领 像这样专门定制的 花样馒头的价格 比一般花样馒头的价格 高出很多 花样馒头上所有的花样 都是用面做成的 当然这样高价的馒头 光有着立体的面食元素还不行 还必须把这些元素 按照一定的比例 有一定审美去搭配 形成一个美观 又有美好寓意的作品 凭借这些精致又立体的花样馒头 李海清渐渐在行业内有了名气 2016年 他的作品夺得了中国飞移美食 巴黎国际邀请赛金奖 这也带火了他店里花样馒头的销售 生活水平的提高 让人们更愿意为精致的花样馒头买单 但一段时间后 李海清感到了一种压力 在王国庄做馒头的人越来越多了 李海清也感觉到了压力 他想着怎么让自己的馒头做得更有特色呢 李海清就想 能不能把馒头做得再大一点呢 这再大一点的馒头能做成吗 李海清创新的花样馒头一出现在市场上 很快就被模仿 立体花样馒头的市场竞争激励 对李海清冲击很大 李海清想脱颖而出 就必须让自己有新的亮点和卖点 他想做一般人做不了的 难度很大的巨型馒头 不翻行一会儿吧 这个事情很容易脱贴 这硬刻东西吧 你就是不断地创新 你没有创新一会儿就没有发展 为了展示自己制作馒头的能力 李海清决定做巨型馒头 巨型馒头是块难啃的过头 很多人不敢尝试 记者采访时 李海清打算 咬战做一个用80斤的面粉 做成的巨型馒头 是贺寿用的大寿陶 可这80斤的馒头 李海清和员工们能做成功吗 其实之前为了挑战做这种巨型馒头 李海清失败了很多次 曾经浪费了很多的面食 浪费的多了 亲戚朋友都不看好他继续尝试做巨型大馒头 投入成本高 销量又不大 但李海清却非常看好巨型馒头的市场 经过7个小时的发面和蒸面 80斤的馒头已经分开蒸熟完成了 现在就到了化妆的环节 李海清又在寿陶上作画 增加美观度 然后把这些小寿陶分区域合理的摆放 经过两天六个工人 十几个步骤的紧张制作之后 这个大寿陶终于完成了 大寿陶从装车到运送 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最终这个寿陶摆上了餐桌 为老人的生日贺喜祝寿 一家人把最美好的祝福 通过有着丰富寓意的馒头 带给最亲爱的家人 和他们一同共享亲情和美食 一般80斤的普通馒头 只能卖到三四百元 但这样的寿陶作品 能卖到一千八百元 李海清的巨型馒头 一出现在一些活动中 就达到了一种活广告的效果 一种震撼力 特别吸引别人的眼球 各种各种不同的 不同一桶子的 人群的 他都去贪官 口碑的宣言权 他们用的朋友圈的宣言权 非常大 不过要做成美观的花样馒头 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小麦 2018年6月 小麦成熟的季节 李海清和面粉厂的负责人 一起到卖收的现场查看 因为王哥装馒头的独特性 对小麦和面粉有不同的要求 大馒头的话 尤其是花样馒头 就是面素 它要求也不行 因为锅筋大了 它其他都强 强的话它应该开裂 这个要求非常高 李海清说的筋 是指面粉的筋度 它的高低 是按照蛋白质含量的 多少区分的 这个吹泡大的是高筋面粉 这个吹泡小的是低筋面粉 而这两种面粉 做王哥装馒头都不行 面粉厂给李海清的面粉 是根据王哥装馒头的特点 专门定制的 因为它这个特点 不是说一个小麦能够达到的 就需要用多种小麦进行搭配 有低筋和高筋的搭配 有当地小麦和周边 优质小麦的搭配 从源头到工艺 每一步李海清都很用心 这让他的馒头生意 2017年的销售额 达到了300多万元 更令李海清兴奋的是 花样馒头有了名气后 也带动了普通馒头的销售 尤其到了过年 供不应求 于是李海清把普通馒头的订单 也分给同行一起做 现在李海清还在不断创新 他又开发了加入蔬菜汁形成的彩色馒头 例如西红柿馒头 芹菜馒头等 李海清喜欢做馒头 也喜欢做面素 虽然为此他曾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他从不后悔 未来他希望把传统的面素文化 继承好 发展好 小龙虾有人气 更不乏商机 他是个门外汉 却要去著名的小龙虾之都 养殖小龙虾 出来乍到就用上了怪招 可一个错误导致一错再错 看北大硕士段德峰 如何在小龙虾的大江湖里 迅速成为一匹黑马 短短两年创造千万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